它其實就是雙北最小的一塊重畫區域 一共只有20級公頃 不過它有一個特色它就是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星要三五我是Tay 我們今天又要來去介紹 仁義重畫區 其實三重有幾個重畫區 之前有講過那個二重樹永道 還有一個重梁重畫區 不過那個重梁重畫區域成型比較久 所以沒有提到 不過待會一眼都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仁義重畫區其實就是高速公路 三重交流道下來往盧州方向 那邊有一塊靠近河邊的算河體吧 空地 其實你說很大塊也沒有很大塊 因為咧它其實就是雙北最小的一塊重畫區 一共只有20級公頃 不過它有一個特色它就是 純住宅區的重畫區 那它的區域在 仁義街 元姓一街 二街 跟元父一街二街為主要幹道 而仁義重畫區以北進 重陽橋區域就是開發成熟的重陽重畫區 所以它們兩個重畫區幾乎算蠻近的 仁義段的重畫範圍 東以環河北路為邊界 西以仁愛街邊界 西北就到它移種工業區的分區為界 而北是仁義街143項 五花街1項 南是用高速公路為界 全部22.28公頃的重畫區 其中有13.3公頃為建築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大概9公頃 裡面就包含了道路嘛 公園 兒童的區域 還有未來學校的預定地 早期的仁義重畫區那一整塊 如果大家去看 現在還沒有蓋房子的地方 都還是有草坪 因為它以前是農業區 往北方講 過了那個高速公路的寒洞以後 就有蠻多工廠 還有做資源回收的 在那邊跑好幾塊 那其他上面沒有建築物的 大部分是農作使用 實際上它是2010年開始置辦的重畫 而2014年3月 變更三重都市計畫 發布實施及擬定西部計畫 2015年2月開始整地規劃 2017年4月 私有土地點交 2018年才正式開始推案 整個仁義重畫區 因為面積很小 還有其他的位置 其實很靠近市區 然後再加上 因為它靠近市區 那父親也完全都沒有推案 也就是說完全沒有新房子 所以從開始推案到現在 整個的速度是蠻快的 其中還有一個原因 是這一個重畫區區塊雖然不大 可是在三重比較熱鬧的東西 往過來一小段 它裡面全部都是分割的很平均的 就是它每一塊基地都蠻方正的 也很多條大大小小的路 所以說零路的土地也非常的多 一棟建築物有它自己的退縮 有它建築率的規範的話 即使蓋很多大樓 也不會說每一棟房子貼的很緊 再加上有一些道路跟一些公園 還有一些學校啊 兒童娛樂的設施 整塊其實就可能說 這兩個一棟一棟一棟 而不是這樣密密麻麻 這樣就備滿 那再來第二點 我們講到區域環境跟生活機能 然後人意重畫區 其實它的條件還是算不錯的 那不過咧 旁邊那個重陽重畫區 已經發展超過10年了 我覺得算是一個滿成功的重畫區域 而人意重畫區 應該未來會往 中央重畫區的發展方式去發展 他們兩個擁有的共同條件 就是說 他們都離原本舊的市區不會很遠 所以整體的機能要發展起來的話 相對震動期會比較縮短 那當然啦 人意重畫區目前還是沒有成形 如果以整個重畫區 裡面來講的話 是完全都沒有嘛 就是荒草 那如果這邊現在蓋好房子 大家搬進去要怎麼辦呢 要依靠旁邊那個五花間的商圈 那又或者是往蘆洲的方向 或是三河路四段中邊的商圈 智祥路五段 仁愛街和溪尾街那邊附近的街闊為主 在地的朋友們知道嗎 保養全聯頂好啊 家樂福啊 星巴克 反正傳統市場其實是完全都足夠的 那再補充點 550坪的全聯 以後就會在人意重畫區裡面 交通位置上面咧 它5分鐘就可以上高速公路 那國道一號三重跳到南南北網嘛 同樣5分鐘就可以上重陽橋 一橋資格就到士林 而大眾運輸的部分咧 這個區塊我想應該是要以公車為主 雷路上公車路線62 往三重天台菜寮 最後金融重新大橋進入萬華 而226過三重捷運站 雙聯站 松江南京 中央新生 最後可以到信義區哦 而F302往台北橋站 三重天台 最後可以到達新北大道三重徐公所 這邊是公車的部分 只有226是我以前曾經有搭過的啦 路線是蠻長的 車子也蠻多的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那麼多班 而捷運的部分 最近最近都要走路2公里 天氣好 騎騎U-bike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下雨天 哇走2公里的話 我就會覺得比較難受 靠近的捷運站呢 有靠近中和新路線的三重國橋雙站 那未來還有環狀縣極前路站 在五華國橋的東側 距離都是稍遠 所以還是要依賴剛說的公車路線為主 那整體人意重化區的發展咧 因為其實他臨近台北市 反正郭怡橋就到台北市嘛 然後還有 離原本三重救世區都非常近 再加上整個區塊面積不大 腹地小 所以他整個發展進程就是快的 目前現階段喔 他的基礎工程還有一些公園 規劃都差不多了 我看資料他完成度是已經完成了 但我個人認為很六七成而已 因為人沒有住進去 都沒有去做一些維護和保養 目前看起來就不能那麼 要求 但我覺得大樓住宅都弄好 然後人口都有住進去的話 才會開始去做保養維護啊 然後甚至有更多的人在那邊活動 他才會慢慢變好 旁邊也是井陵河堤嘛 就是河岸公園 那整個區域公園綠地的比例 有佔據超過15% 應該是所有目前知道 七大新北重化區裡面的第一名 那這個優點講完 來跟大家聊一下 他致命傷 我以前就有提過了 就是電塔 他那附近有高壓電塔 那當然他沒有離住宅區那麼近 算是在提防外的高壓電塔 然後距離整個重化區 還是有一段距離 可是這我就說啦 之前型惡事事也有講過 然後以前那個電磁波 其實被大家罵爆 那次影片也有講過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啊電塔它就是個型惡設施 是不是有電磁波干擾 還是輻射的問題 那再加上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方 還有一個基地台 那反正我覺得應而易亞 有些人覺得對人體武害 有些人覺得可能影響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我聽說以後的這個高壓電塔 有可能會贏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 只聽說而已 說不定 也是說說而已 那還有一個就是 大家在選這個樓床的主角的時候 其實它有很多的大樓坐向 會面對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看似很遠 但是它這個喧囂聲 車流量的聲音 其實還是傳得過來的 所以噪音問題和空氣問題 也是大家會考量的點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看大家在不在意 那如果很多人覺得說 你現在親密窗很好 我幾乎回家大部分不開窗戶 其實我覺得也還OK 只要陽台不在那一面 沒有說會想要走出去的 需求的話 那應該還行 好那另外一個抗性 是道路的規劃上面 因為主要道路 人一路路寬15米 而其他主要道路 原性1階10米 原性2階12米 原負1階10米 原負2階10米 但未來重劃區 進駐的樓變多 車流量也會變大 那如果只有兩線道的交錯的話 剛有說嘛 因為它很多零路 所以紅綠燈 可能也會變多 會不會是一個擔憂 有可能大家要考慮平去 當然除了裡面以外 往外的連外交通 其實也本來三重就很塞 所以再出去 自己要挑時段 還有挑路線 會比較節省大家的移動時間 那第三個我們來討論房價跟推暗量 那大家原本就說這個區域沒有非常的大 所以推出的產品很快 那但是賣的也很快 那先講一下這邊這個區域 據我們了解很大部分的比例 會來自比如說士林啊 或大同區移居到新北 不管是首購啦 還是老屋換新屋這種換屋族群 對於台北市的生活圈 對士林啊這種生活圈依賴程度很高的人 也可能會選的這個區域 既然因為是總價的課題 然後又要買新房子跑來這邊 所以大家就知道 它們都是可能 1300萬到1700萬之間的產品 那這種產品在這邊只能做什麼呢 做兩房到三房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推出來的 可能都是一些 群動品數 20坪左右到40坪之間 可以規劃兩房到三房的產品 大家可以來看到591上面寫證的資料 新世代好時光新大新樂之亭 大量時代第五期 都推到第五期了 立節換廣場 你看 都是二到三房的規劃 而且開價都從44萬到50出頭萬 甚至到55萬不等 人人和東春和美 達利利水苑 達利大景 會是目前開價最高的 但是它就出到52坪的產品 那以上是現在也在推案的 新陳屋或預售屋的產品的價錢 那我們來看看附近中古屋 那因為人藝重畫區沒有舊房子 我們推到旁邊重陽重畫區來看 重陽重畫區是 5年或5年以下的新古屋 平均的成交可能會超過45萬以上一坪 但是差不多10年上價或10年以下 5年到10年的房子 大樓成交大約是 35萬到40萬之間不等 那如果都以新房子來看的話 人藝重畫區還是稍稍比 重陽重畫區再便宜一些些 如果買便宜的就去挑一些 之前講過的就是市場派的建商 那如果想要買高級的貴的 有合景的 可能真的成交也有超過5字頭的 反正提供大家參考 好啦那以上是簡單 因為我覺得人藝重畫區 實在要講的話題沒有太多 那幾個嫌惡的設施還有該注意地方 今天有都有提到了 總之咧就是分享給各位朋友 那如果是在地的朋友 或是人藝重畫區一購客 有什麼想法 歡迎底下留言分享 讓大家知道一些我們沒有講的內容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追蹤我們IG 想要支持我們拍更多知識型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會員頻道 還有購買我們LINE貼圖 那更多討論歡迎到我們臉書的討論區 開放留言是為了聽見更多聲音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再見 掰掰